记者苏永耀台北报道,为展现对下一代的重视,总统蔡英文今天在行政院长赖清德及总统府秘书长陈菊等陪同下,在总统府公开签署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条例,期望透过政策,让每个弱势孩童都能走在脱贫自律路上,法案签署是一个新起点,我们一定要继续往前走。 立法院以三读通过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条例,蔡总统今天在总统府内举行记者会,公开签署法案,总统府并邀请两个个案家庭建政签署法案的过程,小朋友们在现场走来走去,模样相当可爱,总统也小柱说,小朋友走来走去很活泼,没有吵闹, 让记者会顺利进行。接住还摸摸小朋友的头,并抱起了小朋友和他们互动。 受惠家庭代表刘鱼师妈妈也表示,自从才参加儿少发展账户后,每月努力存钱到账户内,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有一笔教育费用,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。 他特别感谢政府推动此一政策,让他能提早为孩子做准备。 总统致辞表示,儿少发展账户条例是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发展账户法源,最初构想是他两年前提出竞选政见, 透过制度由政府替弱势家庭小朋友储蓄,在每年上线新台币一万五千元的范围内,家长替小朋友存多少政府也存多少。 总统举例,家长每年替小朋友存一万五千元,政府对等提拨,小朋友一年会增加三万元存款, 一出生到18岁就可以领回55万元基金,看起来或许不多,但足以支付大学四年学费。 总统进一步指出,如果孩子18岁后又加入青年就业方案,不仅每个月有薪水,也会有政府每个月相对投入一万元存款。 工作两,三年后也会有一笔大学就业基金,加起来学贷负担可以减轻很多甚至没有,就学和大学路上可以走得更顺遂。 总统说,这个政策已经是半一年,很多家庭确实很辛苦,也很努力把小朋友红包存下来。 目前全国有三千个家庭加入,跟政府共同为下一代储蓄,累计存下六千多万元,最重要是这储蓄方案激励许多家庭,以更正向态度面对家里一时的困难,这种态度会让整个家庭一起度过难关,孩子不容易走入歧途。 总统说,而少发展账户条例通过后,政策和裁员都会获得充分保证,政府责任是替每个人创造平等机会,未来希望纳入更多符合资格家庭,为更多弱势儿童存下开拓人生第一桶金。 总统并指出,改革不会立竿见影,按部就搬来做,最后一定会水到渠成,除了储蓄账户,政府持续从教育,家庭辅助和职业训练等不同面向助手,确保每个弱势儿童和青年都能走在脱贫自律路上,法案签署是一个新起点,我们一定要继续往前走。